精彩发挥 接下来呢我们将为大家带来的是一场表演赛 表演赛的双方运动员都是来自我们学校竞技体育学院羽毛球专业的学生 我们看到现在表演赛的双方选手也已经在场上进行热身了 双方分别是来自20级的叶周阳和任家豪 对阵来自18级的李宁周和龚爵 前面已经说过我们这场表演赛也是比较特殊 是男双对阵混双 那么宁宇就是在羽毛球当中女子选手和男子选手会有哪些区别 在最近几年的羽毛球旅赛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更多的女子球员是出现一些男性化的打法 因此如果训练的数量到了的话 那么在旅赛中也不会亚于男子选手 那可能就是女子选手和男子选手会在身体素质方面会有一些差距 但其实我觉得技术方面的水平大家会是在同样的训练下是比较接近的 我们可以期待一下这场比赛看是哪一方发挥的更加出色 毕竟这样的表演赛也是可以在两场非常紧张的比赛当中给大家来调整一下节奏放松放松 我们也可以欣赏欣赏咱们北体大学子的比高水平的一个比赛 没错 那么在这我们也可以给大家提前预计下在5月11号5月12号5月13号 也会有咱们北体大的田径运动会 到时候咱们的赛事转播小伙伴依旧会给大家带来比赛的转播 所以说大家也可以继续关注咱们的赛事直播 我们看到场上的第二场表演赛也是即将开始了 本场比赛的球员来自18级的李明州曾经获得过广东省锦标赛男子单打的亚军 实力不如少觑 那这是一个非常出色的一个成绩 对 但是他的对手叶周扬在去年2020年的一个新型的比赛 七成七比赛中也是获得了亚军 可以看出在这个新型比赛中第一次参加本次类型的比赛 就获得如此出色的成绩 他们的实力也是非常强的 那么现在表演赛也是即将开始 其实感觉这样的 默契 对这样对在混双上对配合的要求是会更高一些 对男选手的对男选手的实力要求也会更高 当然其实也有一句话叫做男女搭配干活不累 所以说不定咱们混双这边会有不一样的表现呢 我们也是继续期待吧 那么现在表演赛即将开始 身着白色队服的是18级的李宁周和公爵 身着绿色队服的是20级的叶周扬和人家豪 那么这一场表演赛大家也是可以来玩完全全的欣赏羽毛球给大家带来的魅力 比赛开始 漂亮 这一拍是公爵在往前进行一个拦截 轻掉一拍往前 所以咱们女子选手也是不容小觑的 整体的速度还是非常快 漂亮 这是后场的杀球 其实想要学习羽毛球的朋友也可以来看一看这场表演赛 其实从当中能学到很多实用的羽毛球技巧 现在是20级的人家豪发球 要到后场 哇 漂亮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场比赛中女选手的实力也是非常强 在后场进攻也是相当的强劲 没错 防守能力也不弱 再杀球 再杀 哇 非常漂亮的防守 杀球 真漂亮 这一回合的都拍真漂亮 对 杰德阳在往前的抢往速度也是非常快 移动速度比较快 成功抢到了高点 现在场上的比分是2比2 出现了一个失误 现在往前抢先计 不过是没能过往 杀球 好球 漂亮 其实 女子选手的杀球也是试大力神 可以看出来 李宁舟和公爵两个人并没有按照传统的混双打法是女生在前 男生在后而是在进攻的时候公爵也是到后场进行进攻 对 所以其实在双打比赛当中 呃 队友之间的站位的配合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对 那一般常规的站位会有哪些 在混双比赛中更多的是女选手在往前进行封网 而男选手在后场找机会进攻 但是在双打比赛中就是两个人要在防守的时候进行平行站位 在进攻的时候就是前后 一前一后 往前的人进行封网 这一排是杀在了两个人的中间 对 其实 值得注意的是李宁舟是左手持牌 没错 杀在中间是两个人的正手 所以在谁接这个问题上会有一点纠结 那像左手持牌和右手持牌的选手 会不会有一些打法上的区别 这个就是看从小个人的习惯 所以这只是一个惯用手的区别 对 其实咱们的著名的世界冠军林丹 好像也是左手 是左手持牌 发球出现了失误 杀球 再杀 很漂亮 后场头顶的一个杀球也是非常有力 而且明显可以看得出女子选手这边 她的防守的攻击也是很厉害 对 可惜这一排杀球要求太高了 没有杀过我 现在场上的比分是7比5 温窗这边的组合暂时领先2分 就是感觉咱们这场表演赛 丝毫不亚于第一场决赛的激励程度 笑两 叶周扬子从后场进攻直接上到往前 连贯性非常好 这下是回球出现了失误没能过我 其实通过这样的表演赛也是想呼吁大家 让大家在大学期间可以多进行体育锻炼 而且在我们学校有这么多高水平的同学 大家也是可以找他们向他们进行请教 没错 在向他们请教的同时提醒一下自己的记录水平 也是会在大学之间一个很好的收获 这下的放网真的是出其不意 往前放网的质量相当高 这下放网过去的时候再想放回来就很难了 杀球 已经都在后场的杀球威力是相当大 给对手造成了一定的威胁 现在长生的比分是10比7 混双组合暂时领先 杀球 再杀 但是这下最后 连续的进攻 最后往前的封网没有压下去 球出底线 也是到场边换一下比赛用球 在这样的激烈的比赛当中 确实比赛用球是很容易出现损失损伤的 好 来 来 来 后场的杀球 哇 这下 远远在后场时进行了一个收调 没有进行连续的进攻 这下的假动作 晃得非常的漂亮 来到了第一局比赛的间歇 所以其实从上半局可以看出 羽毛球的节奏真的是非常重要 一味的进攻或者是一味的防守 都是很难获得比赛的胜利 对 要适当进行节奏的调整 也会给对方造成一定的压力 现在比赛恢复进行 混双组合领先 11比8 这也确实 并不是因为男生多 就会实力更强 反而是看双方队友之间谁的配合更加默契 对 打球 这也是一次连续的多拍 可惜这一拍挡网 戒杀挡网 力度稍微差了一点点 那在双打的比赛当中 如果双方一个是左手一个是右手 那是不是在配合方面会稍微好一些 对 这样会在球打到边线的时候 两个人可能都是正手 这样就会再往对整个场地的控制範围 就会更大一些 但是这样也会造成一定的麻烦 因为有时候两个人的站位会造成他们在中场都是正手 这样就会造成双方的抢球 还是要更看的是双方的默契程度 双方在场上是相当的霸气 也是在场上需要继续进行沟通交流 现在场上的比分是12比11 本双组合暂时领先一分 打球 绑得很漂亮 漂亮 这一拍 人家好在往前是起跳进行拦截 预判非常准确 好 交换了一下比赛的用球 比赛继续 漂亮 李宁舟这一拍反手 也是质量非常高 就是有时候感觉反手轻轻一抖 反而他的出手速度会更快 这下杀球杀得非常的快 所以说也是没来得及回球 可惜这一拍还是下往 明显也看得出 李宁舟对于自己这球的处理也是不太满意 这一拍是发球错区 比分再次被追平 差球 漂亮 这一拍是 差得很果断 对 回了一个半场 这一局表演赛的第一局还是打得非常的激烈的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的是北京体育大学运动会羽毛球决赛当中的一场表演赛 参加表演赛的双方运动员都是我们学校竞技体育学院的学生 并且双方都是国家一级运动员 没错 这是一个 这其实是非常难获得的一个荣誉 对 但是这在我们学校还是比较常见的 那当然这可是在北体大 在北体大 可以说二级运动员是只能在场边当观众 一级运动员也只是在场下当替补 而真正在赛场上的往往都是国家级的健将 对 所以大家也要来跟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一场表演赛 由国家一级运动员为大家带来 而且如果大家想要更多的来接触体育文化体育氛围 也欢迎大家来继续报考咱们的北京体育大学 那这里你可以真正感受到学习生活和体育生活融合的魅力 现在第一局也是来到了最后的阶段 场上的比分是17比16 混双组合还是暂时领先一分 哇 连续的杀球 可以看到女生的防守也是非常出色 不过确实这样的杀球看起来也是让人热血沸腾 很前质量非常高 对方挑起来挑的不到位 没错 挑的太高度 一个是太靠中路 而且感觉高度也是有点太高了 漂亮 往前一个勾对角 这样一个对角其实是很难来及时进行反应 对 打到了对方的空当位置 可惜这一拍是挑出了边线 也是想瞄准刚才的那个空当的位置 但是力度方面没有把握好 双方比分咬的是比较紧 要及时对自己的状态进行一定的调整 杀球 杀了一拍追身 男选手的杀球确实力量 力量是非常的大的 现在场上比分又是打平了 来到了19比19 感觉虽然说是表演赛 但是双方选手都还是非常的投入 都是在拼尽全力 来展现自己的实力和水平 这一拍是回球的质量不高 给了对方很好的进攻机会 不过确实感觉 男双全手这边他们的进攻非常的果断 对 打得也非常的果 打得非常的主动 可惜这一拍是杀球出了边线 杀球出了边线 那么第一局比赛是叶周扬和人家好组合 凭借21比19拿下了第一局 对 通过这比分也可以看出来双方并没有太大的差距 没错 所以说是经过不让续眉 没有说是女子选手 他们的实力就会明显弱于男子选手 现在双方也是在场边休息一下进行调整 我们可以期待第二局比赛双方的精彩表现 第二局比赛也是即将恢复进行 其实每次北体到一年一度的校运会都会是一次视觉盛宴 很多学科的同学都会去到场边来看看出科生的精彩表现 观众朋友们再次为您提示 您现在收看的是北京体育大学运动会羽毛球决赛当中的一场表演赛 对 来 这场表演赛的双方运动员都是我们学校竞技体育学院的学生 并且双方都是国家一级运动员 现在第二局比赛已经恢复进行了 漂亮 这一拍杀球是非常有危险 没错 而且是杀了一个对角线 也是让对手措手不及 漂亮 因为里面都是左手持牌 所以在对方的正手回球回直线的话 也正刚好是他的正手位置 可以直接进行起跳杀球 那是不是左手持牌的球员还是相对来说会更少 从目前的比赛情况来看 左手还是会少一些 但是并没有太大的差距 下球 下球 等一下 把球挡回去的时候稍微放低了一点 第二局比赛 混双这边开场是零拿5分 暂时是5比0领先 下球 这一排往前半场球 但是林中没有选择进攻 而是轻掉了一排往前 所以防守站位 两个人的站位都比较靠后 上网就会困难一些 没错 所以这种视野的观察 节奏的变化 在羽毛球当中是非常重要的 这下也是想放猛 力度还是稍微轻了一点 想要做一个假动作 但是没有成功 这下杀球是在界内 往前抢的速度非常快 线上的观众朋友们 再次提醒您 您现在收看的是 北京体育大学运动会 羽毛球决赛当中的一场表演赛 表演赛的双方运动员 都是国家一级运动员 都是来自我们学校 竞技体育学院的学生 而且本场比赛是混双 对阵男双 四名运动员都是在校本科生 分别是18级和20级 现在场上的比分是3比7 一周羊和人家的组合暂时落后 漂亮 这一台是回球不到位 银楼直接进行下压 感觉混双组合这边 他们的换位是非常灵活的 对 两个人并没有按照传统的混双打法 女双在前 而是根据场上的实施情况进行着轮转 漂亮 看出来姜还是老的辣 节奏把握得非常很好 第二局比分现在拉得有点开 不像第一局那么激烈 现在比分来到了9比3 正在好的就是揭发球失误 感觉现在男双这边稍微心态方面可能有点着急了 可以稍微稳一下心态 在伺机寻求反击 判断非常准确 这一拍是挑出了底线 来到了第二场第二局比赛的间歇 11比3李宁舟和龚爵领先 最明显看得出 混双这边李宁舟他的节奏把握 还有他的变化是非常的出色的 李宁舟在上大学之前就参加过很多省级 包括国家级的比赛 比赛经验是相当丰富 包括龚爵他在进入大学之前也曾经接受过专业队的训练 所以其实咱们北体大这些专项的选手们的水平都是非常高的 比赛继续进行 观众朋友们再次提醒您您现在收看的是北京体育大学校运动会羽毛球决赛的一场表演赛 表演赛的双方都是国家级运动员并且双方都是我们学校竞技体育学院牢球专业的学生 这场比赛非常有意思是混双对阵男双 当中会看到这边是一男一女对阵两位男子选手 但是目前我来看咱们的这边的女子选手的实力同样是非常的出色 对 现在是混双组合大比分领先 打球 漂亮 接下来吧 往前放的非常的漂亮 对 女选手在往前进行轻挡在双打比赛中是非常有效的 尤其是在混双对阵男双的比赛中 会给男双两个人防守上造成一定的压力 打球 接下来挡球的高度稍微低了一点 现在场上的比分是6比14 叶佳阳和任佳豪的组合暂时落后 这一排挡网稍微轻了一点 现在场上选手也是在和裁判进行着交流 现在场上选手也是在和裁判进行着交流 好像是比分出了一些问题 正在与裁判进行确认中 虽然说是表演赛 但是咱们也是要公平公正 比分也是一定要认真对待 没错 现在比分来到了15比6 又是打到了身后的空档的位置 双方还是在分数上有一定的差距 照这种趋势来看还要进行第三局比赛 没错 所以虽然说是表演赛 但是双方选手也是在尽全力来对待 所以比赛依旧是非常的精彩 所以比赛依旧是非常的精彩 打到后场 要是连续的多拍 杀球 他两支是杀了一拍斜线 杀给了女选手公爵 而且这一拍是一个批杀 球是落在了往前的位置 给对方的防守造成一点压力 往前发球 没有到发球线 现在长生的比分是18比7 本双组合暂时大比分领先 我们看到下午的第三场比赛的选手们也是开始在场边进行热身了 好球 我觉得在往前的挡网是非常的有危险 封网速度非常快 现在长生的比分是19比8 放了质量非常高 杀球 调起来 再杀 判断非常的准确 这杀球出了底线 比赛来到了第二局的局点 20比8 所以这场表演赛看起来目前也是要打最后的决胜局的 这下想够一个对角 但是没能过往 这下想够一个应该是想够一个对角 但是没能过往 可惜最后一拍叶周扬发球下网 结束了这一局的比赛 自己送出了一个失误啊 把胜利拱手 拱手相让 现在总比分是1比1平 还要进行第三场的决胜 这马上为大家带来的是表演赛的决胜局 没错 现在双方选手在场下进行调整 再次提醒线上的各位观众 您现在收看的是北京体育大学校运动会羽毛球决赛 当中的一场表演赛 表演赛的双方都是我们学校竞技体育学院的学生 并且双方都是国家一级运动员 这场比赛非常的有意思 是混双对阵男双 而且现在的总比分是1比1 即将开始的是最后的第三局 决胜局 比赛开始 又是一次非常漂亮的棒王 两个人并没有选择持续的进攻 而是在往前进行轻调 我觉得这样的打法也会更加节省体能 连续的多拍 后场球 杀球 漂亮 防守非常的 再看 是一个多拍的回合 这一回合真是相当的精彩 其实混双组合这边的几次的防守已经做得很出色了 这一拍是打了一个滚网 并且球是落在了界内 叶周扬和人家豪2比1领先 可惜这一拍挡网是下网 比分是来到了2比2 就是发球错区 也是出现了一个比较低级的失误 双方是连续给对方送上比分啊 不过也是挺讲礼貌的 你上网来 你来我往 可能也是因为在第三局 鸡队的比赛中双方会有一些紧张 会造成手上控制上出现一些问题 够了一个对角但是出了边线 下球 这些反手推球高度太低了 没能过往 可能在第三局双方的体力也会有一些消耗 可以看到在这一局的比赛中 双方的失误是明显增多了 所以看看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 如何在节省体能的同时 来减少自己的失误 是拿下第三局胜利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 漂亮 杀了一拍斜线 并且非常靠近边线 现在比分也是持平 5比5 杀球 这一拍是人家豪的接杀球挡出的边线 换一下比赛用球 梅冰宇一般的比赛用球会有才会使用什么样的材刃 羽毛球一般都是由鹅毛制成 在不同的比赛中对 球的选择也会是根据自己的情况来进行选择更多一些 来到最后的决胜局 双方明显是打得更加谨慎 所以说现在比分还是摇得很紧 现在是7比6 叶中阳和人家豪领先一分 这一拍是往前的铺球稍有一些高 但是李宁州的防守出现了一点失误 这球是 这球杀球的路线是打在了正好在身体前面 所以说没能进行反应 回到后场 漂亮是杀在了两个人的中间 这一拍公爵在往前的反应速度是非常快 但是没能过往 连续的失误造成了连续的丢分 现在来到了第三局的间歇 11比7 叶中阳和人家豪领先 方方交换场地 再次提醒线上的各位观众朋友 您现在收看的是北京体育大学校运动会羽毛球决赛的一场表演赛 表演赛的对阵双方都是我们学校竞技体育学院羽毛球专业的学生 并且双方四名选手都是国家一级运动员 值得一骑的是这场比赛是男双对阵混双 双方已经来到了第三局 漂亮 我觉得这一拍上网强网速度非常快 好球 这球也是打败了身体前面 所以也是没办法进行防守 漂亮 杀了一拍斜线 这球是一个挑球正好挑在了李宁州的正手位置 直接起跳杀球 杀了一拍斜线 然后对方是没有想到 这个杀球的位置落点也是非常的刁钻 回场球 再挑到后场 可惜这一拍李宁州的回球没有过往 现在场上的比分是13比9 男双组合暂时领先 小球 可惜这一拍杀下网 又是连续的失误 好球 现在混双这边需要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态了 已经是连续的失误送出了比分 而且在现场还是给混双这队组合加油的人数更多 没错 男双这队选手也是慢慢的进入状态 观察细致的朋友是可以在场边看到咱们的前世界冠军 王世贤 王世贤在他的职业山下当中也是两次获得刘伯威德冠军 而且还获得2014年全英公开赛的女子单打冠军 现在是在咱们北体大任教 这也是我们北体大的一个特色 随时也能看到世界冠军 并且他们就在你身边 没错 在此前我就曾在田径尝试 遇过肃炳天 真的是非常的惊讶 漂亮这一拍 往前下压 抢的速度非常快 现在男双组合这边是 占据了主动 把比赛的节奏是握在了自己的手上 分叉也被拉大 现在是16比10 一个失误 就是发球的失误 非常不应该 也是随着体能的流失 出球的失误开始增加了 杀球 这球也是打在了两个人的中间 所以说 孟绝在回球的时候 打在了球杆上 现在的比分是18比11 男双组合领先 杀球 女生的杀球也是非常有威力 这一拍是拍线段 刚才也是听到了清脆的一声 球拍的拍线段了 看来要到场下 更换一下球拍 也是看得出双方选手是非常的卖力 对 能把球拍的线给打断 那说明也是劲实也是挺大的 即使是表演赛 双方队员也是在任中队在这场比赛 现在比分来到了12比19 是来到了第三局最后的比赛阶段 下球 二台回球的质量不高 是回到了往前 本场比赛的赛点来了 看看是混双组合顶住压力 还是男双组合拿下比赛 好好的 漂亮最后一台没有过往的比赛结束 我和人家豪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